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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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企业都需要一些審计服务 對於會計師的需求比較大 不過近年會計界面對著人才短缺的問題 究竟業界要怎樣應對呢? 今天我們就請來 就是資深會計師Robert跟我們聊聊天家 歡迎你Robert Hello Ada 你好 其實都想知道 其實現在你作為會計師 你們提供的業務範疇 和目標客戶群會是甚麼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作為會計師事務所 或者審計師 一直以來我們最主要 就是幫客戶提供審計 或者是稅務 或者是一些重組 等等很多不同方面的金融 或者做一些資產融資等等的服務 最近大家會看到 其實在行業上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客戶群也會 除了審計服務之外 其實也會要求多了 譬如說會否有數碼化的轉型 或者大家最常聽到的 譬如是一些ESG 即是我們說的企業本智等等 或者我們一個可持續發展等等 在這幾方面 其實我們作為事務所 都會在這方面大力支持 主要你們的目標客戶群會是哪類 是一些大型上市的企業 還是中小型企業 甚至是一些小公司都涉獲到 在我們自己會計師行來說 我們主要就是一些上市的公司 在審計的層面會比較多 因為傳統的審計行業 我們也會做一些上市公司 另外也有一些我們叫IPO 即是一些首次準備上市 包括國內或海外公司 或者本身至香港公司 去準備上市的時候 也會找回會計師的事務所 我們會計師事務所 也會提供審計服務 其實作為一個會計師 其實你是一個資深的前輩 在業內 其實在跟客戶溝通的時候 怎樣可以建立信心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即是如果我們跟客戶去第一次接觸 或者第二次去接觸的時候 那個信心怎樣去建立 我想第一方面最重要 就是我們不是去叫客戶 一定要用我們這個服務 即是我們站在客戶的方面 他去想一想客戶 其實他最需要是什麼 除了審計以外 可能他找我們起初是為了審計 但其實原來他在稅務上 或者重組 或者剛才講過一些新的 譬如ESG 或者一些金融科技層面 或者數字化轉型層面 他是有這些方面的需要 我們也會在他的角度 試圖在這裡可以提供一些服務給他 其實現在的會計界 對香港來說 其實人才數目 是不是都比較短缺 我想這個你也看到很多的新聞 就是知道其實我們那個人才 的而且確每一個事務所 或者在一個會計界裡面 我們是很緊絕的 即是我們都是不停去找這些人才回來 那麼這件事 在不只是這個行業可以這麼說 其實香港很多行業的人才 我們聽到我們的今年的報告 施政報告 即是搶人才 我們都是要搶人才 在會計界來說 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功夫 即是包括我們會計行業 我們怎樣去留一些人才 留人才方面可能是一些 在職的培訓 我們去了解一些同事 他們希望一些新興的行業 會只是審計會計 可能是不夠的 可能剛才提及過的 可能一些數字化的轉型 或者金融科技 在這方面我們怎樣可以幫到 在快點可以適應到市場 這幾方面我們都會做很多的功夫 但對於一個想入行的年輕人 其實他未必知道可能會計行業 發展前景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都跟我們說多些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覺得 是一些很黑板很死板的工作 一進去只是對著電腦 不斷計算計算 其實是這樣 我們其實做很多不同的大學的一些 career talk 或者是一些中學 甚至乎我們都會去做 我們澳洲的會員 我們的會計師工會 都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功夫 跟大學生有不同的溝通 其實是想讓他們知道 做一個審計的時候 或者做一個會計的時候 不只是有一些很黑板性的功夫 我們是要面對很多不同的客戶 在面對客戶的時候 有些不同的問題我們要解決 包括舉個例子就是一些 幫公司去上市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 因為每一間公司都有不同的 上市的時候遇到的不同的問題 我們怎樣逐個問題去解決呢 這些就不是好像大家覺得 我們是不是看回一些單據 看回一些很死板的功夫 我們是要熟悉一些聯交所的條例 證監會的條例 如何在金融市場上去融資 所以那個同事或者學生 去了解了之後 其實他們會知道 那個層面的闊度很闊 深度也很大 所以長遠計這件事非常之重要 讓他們知道這個行業的發展 其實近幾年 其實那個大環境都受到挑戰 無論是社會或者經濟方面 其實對於回計行業 或者公司的業務其實有沒有一些影響 在過去三年的疫情底下 其實大家看到整個環球的經濟 都是比起三年前是差了 包括我自己最主力去做的資本市場 也看到我們香港的IPO的數量 以及融資額都是下降了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看到有這個趨勢 但是疫情之後通關之後的人流等等 其實雙數人會慢慢慢慢可以回復 在這些挑戰之下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除了我們傳統的審計之外 其實我自己本身公司也會做很多不同的轉型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建築的設計 亦都有剛才說過的可持續發展 一些環境的管治 我們叫做ESG的發展 亦都數字化轉型 這些全部的項目 我們都會嘗試去提供到給市場 因為這件事可以幫到我們的員工 可以認識更加寬面的深度更加廣泛 這件事都很重要 那你有沒有一些比較難忘的挑戰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我自己的難忘的挑戰或者經歷 當然在過去做了很多不同的上市項目 亦都在疫情的期間 我就嘗試將 包括自己都要轉型 因為要跟年輕人一起聊天的時候 去到大學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就發覺了其實一個數字資產或者我們的虛擬資產 甚至乎現在我們所說的REP3.0 數字經濟這件事其實是非常之重要 那我的挑戰難度就是 將我一個很傳統的金融會計的知識 將這件事轉化成為在年輕人的角度 或者在一些新興經濟上面 怎樣去融入呢 是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然後做一個僑良 就是幫一個年輕人可以帶回去 給我們一些舊經濟的體系裡面 讓一些舊經濟體系的傳統老闆 他了解到其實新經濟怎樣去發展 那麼舊經濟可以將他的錢 投資回到一個新經濟 那麼新經濟的也都向一些舊經濟的 學習回到怎樣去做一個生意呢 怎樣才是最貼地可以落地做到呢 那麼我在這段時間其實都不停學習 即是不停向一些年輕人學習 所以這個都有很好的挑戰和機遇 但是對於一些可能年輕人 都想了解多些會計行業 其實你怎樣去或者你們沒有什麼措施 或者是一些方法去應對 即是可能可以怎樣吸引到新一班的年輕人都入行呢 其實年輕人的確他尤其是剛剛大學畢業 或者正在讀書畢業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想 就是我們回去跟他做一個分享的時候 他們有想到我怎樣創業 我怎樣去一個新經濟的地方去工作 那麼我們跟他溝通的時候 我們都會告訴他 其實做一個傳統的回計是非常之重要的 為什麼呢? 無論你自己創業做任何生意 你都要看著你自己那盤數目 即現金流 怎樣可以先不要想賺錢 想了怎樣不要蝕錢 內控怎樣可以做得到 業務可以怎樣發展得到 其實透過可能在會計師的事務所 做了兩年至三年 你會吸收了很多不同的經驗 而這些經驗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財務報表 你自己會了解得到 原來我要做一個生意的時候 有哪些地方有哪些風險 他是要留意的 所以這些是一些很寶貴的經驗 我們會告訴他 傳統的回計 你一定要有一個這樣的知識在裡面 然後你去做生意 你去做創業的時候 是絕對可以幫到手 再遠一點的就是 大家可能會說到 做他們創業 他們需要融資 他需要有一個行業的計劃 有一個生意的計劃 怎樣告訴投資者 你投資我的項目 這件事其實都是引伸到 跟他們的財務 是非常之結合的一個關係 這幾方面 跟年輕人溝通完之後 其實他們明白了 他們知道這件事 是必要學習的 所以這方面 也可以令他們 對會計界有一個興趣去做 其實說回會計師樓 其實香港 由以前到現在其實都比較多 無論是大大小小的會計師樓都有 其實在這麼多同行的經營者之下 怎樣可以保持自己的優勢呢 剛才我都說過 就是說 在保持的優勢裡面 除了是說 自己本身的事務所 有自己的特定優勢之外 就是他可能某一個 我們叫做sector 某一個sector 去做很多經驗 在裡面 我們都要再拉闊一些 譬如我們審計 有些sector 我們很強的 我們拉遠一些 我們有一些新興的 譬如剛才說到 一些ESG 或者是金融科技 或者是一些數字轉型等等 這些東西 我們是可以去開拓出來 做一些別人未做的 我們先做的工序 其實我們這一節都跟Robert 聊了很多會計界 在香港的發展 我都知道 你很熟悉在大灣區裡面 那個會計的發展情況 不如我們下節就說多些 你在大灣區 將這個專業知識 帶回去服務客戶的時候 的一些經驗給我們聽 好Ada 我們會計界 我們會議會議會議 回到節目時間 繼續跟Robert 聊聊聊會計行業 在大灣區的發展情況 Robert 其實你怎樣看大灣區 因為近年市場 我們經常提到 粵港澳大灣區 你覺得當中 有什麼機遇在裡面 我想Ada 你也聽了很多人說 大灣區這三個字眼 包括我們會計界 我們談到大灣區 其實我們很多會員 或者我們在職人士 甚至乎我們的學生 都問很多關於 在大灣區 我們怎樣進去執業 或者大灣區有什麼機遇 給我們現在這些會計師 或者將來會入行的學生 其實在裡面 我自己覺得 機遇真的很大 因為尤其是 很多數據上都出了 例如灣區裡面的人口 有多少 可能是八千多萬 也有七千萬到八千萬的人口 我們也看到 GDP的增長 在灣區來講 其實在全國來講 我們這個灣區 以及在經濟體系裡面 真是十分一致 很多機遇在裡面 尤其是灣區和我們香港 在一個9加2的城市裡面 我們在城裡 我們無論我們香港有的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專業服務 我們可以過去的 紮根了那麼久 我們有那麼好的金融系統 的基礎 在裡面 我們的人才去到灣區 也有很多機遇 為什麼這麼說 很多不同國際的企業 我們都會看到 很想進去灣區 我們國內的企業 也都是要走出去的 透過香港這個橋樑 無論是國際 國內 我們香港真的可以做到很多 尤其是會計師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在專業服務 在金融服務 幫一個企業 要去做大的時候 一定是需要金融服務 會計服務 因為大家都會看著 他的財務報表 可能有集資的機會 有收購合併的機會 所以等等在這幾方面 我看到對於會計師來說 其實機遇是相當之大 不過我也想知道 其實現在這個會計師的專業資格 香港和大灣區 互相認可了沒有 在過去裏面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的會員都很努力去爭取 我們所有香港的會計師 怎樣可以在內地去執業 其實在整個過程裏面 有很多法規上要去理順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分享一下 當一個香港的會計師 進入國內的時候 國內其實都有自己的國內 專業的會計師的資格 當一個不是國內 會計師的專業資格 進入執業的時候 其實有些法規是需要去理順 我們在大灣區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機遇 就是我們看到前海 藍沙 其實他們分別都表態了 就是我們先行先試 就是我們希望怎樣可以幫到 我們香港的會計師 可以進入裡面去嘗試執業 中間他也會盡快去和 和MOF即是我們的財務部 各家去討論 就是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出力 第二就是你會見到 其實不只是灣區的廣遠 譬如南沙和前海之外 我們也會見到 在海南的致貿港 這方面也有提過 我們也要大力吸引一些 專業的人才 包括會計的人才 在這三個地方 我們也是很開放 給一個國際的企業 香港的企業 希望可以進入裡面去運作 所以這幾件事 我們是有很多不同的機遇 給到我們的會計師 至於現在的情況 我們見到一些做稅務的專家 或者做一些金融的顧問 就是一些顧問團隊 其實他都可以去前海 或者去海南或其他地方 去做一些諮詢的服務 這方面我相信是一步一步 你逐步逐步可以開出去 但是現在只可以做到一些諮詢的服務 其實是否都期望未來 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專業資格的呼應 令到會計師其實都可以 在大灣區裡面的機遇 其實這個我相信 一定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我們在灣區的發展裡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你會見到其實在法律界 其實他都要有一個在灣區的法律的考試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會員也都在研究 是否我們應該有一個在灣區上面的 會計師的考試的資格呢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香港會計師的會員 或者是一個執業的會計師 他們進入國內的時候 可能需要逗留半年的時間 如果不是那個牌照又不行 因為他是當地的事務所 他要做一個合夥人 有不同的理解 也可能是有一個拿著 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他是當地的專業會計師資格 他過來香港又會怎樣 會不會有互認呢 我相信兩邊是需要一些時間 去確認這件事 我知道其實你也在大灣區 有接觸過一些內地的會計界人才 你自己覺得內地的會計人才 和香港的人才有沒有什麼分別 或者有沒有什麼互補的地方 其實我相信內地的會計人才 他們會比較熟悉一些內地的稅法 法規或者文化和業務上的運作 他們很清晰 這是他們的專才 香港的會計師就會對於一些 可能是國際的會計準則 或者一些在國際層面上的 融資收購合併的規則 就會比較熟悉 兩方面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互補 大家是一個緊緊的合作 因為我自己的事務所 或者我在我自己的工會裡面 我接觸了很多不同的 就是國內和國外的不同的會員也好 或者是員工也好 我覺得大家是很緊構的 可以發展得很好 現在整個大灣區 其實政府都大力去發展裡面的經濟 其實你自己覺得會計行業在這個大灣區裡面的發展空間是怎樣 正正就是政府很大力去發展這個大灣區裡面的經濟 而發展裡面肯定就是企業一定會很大的增長 當企業要增長的時候 不外乎就是要有融資甚至乎是上市 收購合併等等一系的工作去做 這一類型的東西對於一個專業的會計服務的提供者 其實我們的商機很明顯是無限的 因為大灣區一定在未來五至十年都會有一個很高速的增長 如果有這個增長底下 有這個配套和政策的支持 我們的香港的會計人才 一定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未來可以很好的發揮 Robert其實我知道你是一些大學裡面 其實都做很多不同的講座去分享你的知識 其實你認為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其實對於大灣區是怎樣看的 其實我去做講座或者跟大學生去分享年輕人 甚至乎中學生的時候 我都發覺大學生快畢業 其實他們是很聰明的 很多大學生都在想 我怎樣去畢業之後 我部署一些機會 包括除了香港的機會 他們都會問灣區的機遇是怎樣 因為他們知道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會計師出身 我亦都有一些轉型做了一些金融科技 或者數碼資產等等 當他們知道的時候 他們都問其實這件事在灣區裡面有什麼機遇 我都很直接地跟他們分享 因為我們未來的發展空間 就會去了在大灣區裡面 剛剛之前也有提及過 因為我們很多企業都會進去大灣區 國際企業、香港企業 中間裡面一定會發揮更加不同的機會給他們 中學生來說 他們亦都對於聽到很多大灣區的事情 他們都很想知道 所以我們都有一些不同的交流團 亦都給我們的中學生 希望可以更加快了解到大灣區裡面的企業是怎樣 所以這件事在大學生和中學生來說 兩方面在長遠的發展 如果我們早些讓他們留意到大灣區的機遇是怎樣 對於他們自己選擇的暑期工或者他們的準備是會更加好的 其實現在講到最後的話 其實都希望政府都可以多做一步 令到最終兩地的會計師資格都可以專業回應到 我自己也都在我們的工會 或者跟其他不同的會員或其他會員去溝通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其實政府在這方面都很大力去支持 包括可能會計界的議員和我們的司長等等 其實都會談到很多這些議題 大家都在想怎樣可以將這件事 可以將這個訊息告訴國內 去聽到知道我們怎樣可以盡快可以落實這些方案 但我自己看到其實在過去是一步一步 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方案 亦都有進展在做的 所以大家都很期望 看看何時可以有些法規出來 其實過去香港都一直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其實這件事會不會其實都是我們香港的一個優勢 可能對於一些國際的企業 跨國的企業去到大灣區裡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橋樑 絕對是的 剛才也有提過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紮巾了這麼久 我們在法規上 稅法上 所有事情其實在國際投資者都很清楚 我們有一個這麼完善的金融配套旅客 經香港再進去灣區 這件事令到國際的企業更加有信心 亦都更加快捷 因為很多企業在香港 其實他們之前未必是自己已經有分鎖在香港 但這些國際企業可能跟香港不同的供應商 或者客戶都做了不同的生意 他們對香港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以經香港進去灣區 我們見到過去已經是事有發生 現在更加有一個政策支持下 相信這些尤其是疫情完了之後 這個應該會更加快 希望無論是政府還是業界都可以做多步 希望會計界都可以捉緊大灣區的機遇 今天麻煩Robert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不要客氣你了 Thank you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還要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